第421章 孟锦舟的桃花运 擂台下 陆阳笑得前仰后合 眼泪都出来了 赵珀想笑 但觉得笑话孟锦舟不好 只能使劲憋着 孟锦舟脸色一黑 人家连祖训都废除了 他还能说什么 废除祖训后 不再受到此前的规则束缚 倾罗顿感天地变宽 当即就撤下了擂台 打道回复 孟锦舟跳下擂台 狠狠地瞪了一眼 还在笑的陆阳 以及忍俊不惊的赵珀 三人一尸一马进城 许是此前孟锦舟的桃花运压抑得太久 此刻一次性爆发出来 挡都挡不住 先是遇到女子 卖身葬妇 女子披麻带笑 依旧能看出姿色 说为了葬下父亲 甘愿卖身 为奴为妾都可以 他看到孟锦舟 还且声声地叫了声 少爷 叫得孟锦舟心痒痒 此女虽然现在没有修位 也错过了黄金修炼时间 但不朽仙子一眼就看出来 此女的特殊之处 有点意思啊 这个卖身的小丫头 是非常罕见的破王道体 现在看起来身子骨柔弱 其实是破王道体 在积蓄力量 再过半年一载的 道体便彻底觉醒 他便能一飞冲天 很快就赶上同龄人的修炼速度 若是有眼力不错的老家伙看到 收着小丫头为图 带走这小丫头今年 这小丫头的成就还会更高 世间有九大仙体 桃妖叶的羽化仙体 六长老的无垢仙体都在此练 除去九大仙体 世间还有广位流传的三十六道体 道体比仙体成就要低 但已经有资格位列添交了 在未来大事之争 能有一席之地 有资格当陆阳 孟锦舟这种天才的左膀右臂 得力干将 孟锦舟不知道 卖身小丫头背后的故事和体质 就是单纯地觉得 小丫头可怜又好看 便掏钱买下来 然后就被骗了 小丫头拿着零食说 是去埋爹 然后一去不复返 三人去报案 官府说 这个小丫头是惯犯 会立案侦查 但别太指望破案 小丫头不好抓 小美人 你就依了本少爷吧 本少爷给你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猥琐的笑声传来 一听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人 孟锦舟振奋起来 这个剧情他熟悉 陆阳给他炫耀过 他羡慕了好久 站住 敢在我面前霸占梁家妇女 孟锦舟大意凛然地站在最前面 仗义出手 随后打完饿扫一家老小 老祖宗都出来 哭爹喊娘说委屈 保证日后不再犯 小美人对孟锦舟感激涕零 小女子下辈子一定当牛 坐马报达恩公 大恩大德 随后她逃之夭夭 一刻都不想跟孟锦舟多待 三人正要住店 就听到有争吵声传来 绿儿 我对你的心意 你还不知道吗 我是真的喜欢你啊 你为何迟迟不接受我的爱意 是我有哪里做得不好吗 衣着华贵面向阴郁的公子 哥拉着 穿着淡绿色衣服的女子 不停追问 不依不饶 名叫绿儿的女子 无法再忍受 阴郁公子哥的追求 看到孟锦舟三人 气质不凡 眼睛一亮 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爱意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阴郁公子哥 显然不相信 摇头道 绿儿 你别骗人了 我不信 他指孟锦舟说 就是他 我喜欢的就是他 我跟他已经私定终身了 孟锦舟心说 自己的桃花运可算是来了 还传音给陆阳两人炫耀 陆阳劝孟锦舟不要盲目冲动 给他分析现状 那个阴郁公子哥 显然是个狠人 像是地头蛇 一看就不好惹 他想要把绿儿拒位己有 绿儿不喜欢这种人 找了个挡箭牌 你固然不怕这种低头蛇 但绿儿不知道啊 你跟绿儿素不相识 绿儿不知道你的身份 不知道你有多强 不知道你的背景 能不能比得过 阴郁公子哥 为了阻挡阴郁公子哥的追求 把你推到最前面 你要承担一切压力 在这重情况下 你觉得 绿儿会喜欢你 三人住店 住店的当天晚上 一名穿着夜行衣的女子 撞破了孟锦舟的窗户 她蒙着面纱 露出猫一样的眼睛 犹如绿宝石 夜行衣女子眼带春色 喘着粗气 像是中毒了 需要用阳刚之气解毒 否则就有暴体而亡的危险 这间房间 只有她和孟锦舟两人 那么解决办法 就只剩下一个了 夜行衣女子厌恶地 看了孟锦舟一眼 自顾自地 从储物界里 掏出一枚解毒单 服用解毒 效果拔裙 随后飘然离去 干她这一行呢 出门行动 自然是要做好完全准备 整个过程 孟锦舟连说话的机会 都没有 三人休整一晚 准备启程 刚退房离开旅店 就遇到一名姿色上家的 傅家小姐 特地来找孟锦舟帮忙 像是见到了旧星一样 你好 请问你是外地人吗 是 傅家小姐松了口气 那太好了 母亲不会认识你 是这样的 我母亲一直逼婚 我不愿意结婚 就边瞎话 跟她说我找了个男朋友 以前一直搪塞 今天搪塞不过去了 母亲非要嫌我男朋友 你冒充我男朋友吗 我会支付报酬的 孟锦舟欣然答应 什么情况 赵破惊讶 谁知道呢 陆阳耸了耸肩 没有太在意 见家常的过程异常顺利 孟锦舟百家事 百人品 百修位 百宗门 都是当夫婿的最佳人选 可傅家小姐的母亲 就是死活不同意 怎么看孟锦舟 怎么不顺眼 最后还把孟锦舟赶了出去 嘱咐傅家小姐 不要再跟孟锦舟有来往 而后傅家小姐 偷偷找到孟锦舟 谢氏缘由 对不住了 我之前一见到 你就觉得你挺讨厌的 母亲跟我很像 应该有类似的感觉 母亲肯定不同意 你当我男朋友 这样 母亲就不会再催婚了 这是说好的报酬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孟锦舟 妈的 这破组咒比之前 也没好到那里去 一路上孟锦舟 桃花运不断 到旅途最后 终于用完了它的桃花运 三人顺利抵达赶失踪 第422章 热爱学习的满谷 荒州的主城 名叫汉水城 是荒州最重要 最繁华的城池 赶失踪 就位于汉水城外的 英诗山脉 那里阴气最盛 最适合养师 赶失将都将赶失踪所处的 英诗山脉奉位圣地 走入赶失踪地界 明明是艳阳天 可陆阳和孟锦舟 感受不到一丝热气 反而有一股子 因寒凉气 照破露出舒服的表情 似乎是很享受这里的环境 不朽仙子 对此不感到意外 不只是赶失将 凡是修炼英属性功法的人 在这里都会觉得很舒服 而且 此地下雨不会有雷 很安全 所谓英属性功法 是指修炼跟鬼 魂 师等物有关的功法 九幽教修炼的功法 便属于英属性功法 修炼英属性功法的修士 最害怕打雷 雷霆代表着 至阳至刚 最克制英属性功法修士 二十四节气中 有一个节气名叫 经者 形容的便是雷霆对英雾的震慑作用 赵破师兄 您回来了 两名看门弟子 先到赵破回归 连忙行礼 他们各自 也有一句活尸 和他们一起站岗 赵破作为新生代弟子第二人 在这些弟子中 是偶像般的存在 跟第一人黄明不同 赵破乐于助人 许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助 他在赶世宗人员吉家 赵师兄 这两位是 他们是问道宗的道友 陆阳和孟景周 来拜访咱们赶世宗 两名看门弟子 大吃一惊 又是问道宗 又是 赵师兄有所不知 在宁外出的这段时间 咱们宗门来了一位 问道宗的道友 还是蛮族人 来咱们这里 学习赶世术的 是不是叫蛮谷 陆阳忍不住问道 对 是叫这个名字 满谷学习赶世术干什么 他不是如修吗 孟景周不理解 谁知道呢 两名看门弟子 往宗门通报一声 宗门直视闻言 亲自出来迎接两人 反请直视通报一声 我们二人 是来拜访贵宗宗主的 直视露出魏南的神情 宗主修炼到关键时候 收下皇明以后 便一直在闭关 无法见人 这样啊 无妨 我们拜访贵宗长老也行 反正他们是来给 孟景周找解决办法的 问谁都行 那我带两位去就行 我师父是大长老 赵破笑道 宗门大比结束后 皇明被宗主收为徒弟 他被大长老收为徒弟 论实际地位 比直视还要高一些 那就麻烦赵破失职了 末师叔哪里的话 三人一尸一马 顺利进入赶失踪 先安置好老马 再去找赶失踪大长老 好香的味道 赵破鼻子抽动 闻到一股从未闻过的香味 还真是挺香的 而且很熟悉 孟景周鼻子抽动 闻到了熟悉的烧烤香味 肯定是蛮骨 陆阳笑道 能烤出这个味道的 只有他们三人 不朽叫高层 酒优叫叫重 也就是说除了魔教 便只有他们三个会 走 渐渐去 孟景周把自己的诅咒 抛至脑后 三人顺着香味 找到蛮骨 或者说 不用闻着香味 光是看哪里人多就行 敢失踪弟子围在一起 不知道在干什么 香味就是在最中间传来的 让一让让一让 三人挤进人群最前排 见到了蛮骨 只见蛮骨盘腿 坐在地上 嘴中念念有词 两头羊狮在火堆上跳舞 相互涂抹掉味料 羊肉的香味和调味料 完美融合在一起 被火焰一击 香气扑鼻 两头羊狮烤得色泽诱人 让人食指大动 分 满骨大喝一声 两头羊狮主动分解 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 人手一块 敢失踪弟子 早就等住这一刻 大快朵頤 赞不绝口 我从来没吃过这 某好吃的烤全羊 你看着这片 焦香酥脆 还有这肉 一嘴下去满满的汁水 何止啊 我以前吃的烤全羊 受热不均匀 有的地方过火 有的地方半生不熟 你看看 芒谷倒有烤的 那叫一个香 骨头都入味了 还是问道宗的 有办法呀 你说 咱们怎么就没想到用感失数烧烤吗 这烤出来的效果多好 要不说人家能禁问道宗 咱们进不去 这思想高度就不一样 不只是思想高度 满骨道友天赋也高啊 你看咱们学感失数 不得学个三年五载的 满骨道友半个月功夫就入门了 学习尽头都比咱们强 满骨表现得非常谦虚 诸位道友捧杀我了 我这点本事 比起我的两位师兄 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尤其是陆阳师兄 他若是能学习感失数 再加上三味真火 这烤全羊的味道 还能再提上一个层次 众人无法想象 这得好吃到什么地步 陆阳 孟景周 怪不得芒谷 你小子来学感失数 合著还莫忘记在密林时候的话呢 陆阳 孟景周 陶妖夜 满骨四人在密林历练时 宰杀了不少妖兽 那时候满骨发现 烤整只妖兽 容易出现受热不均的问题 便提出用杆失术进行烧烤 此方法甚至得到了上古满族的大烤山 不朽仙子的高度赞扬 满骨学习得很顺利啊 不仅能让杨师站在火上烤 还能自动分解 两人从赵破那里知道 活师分解是一种战斗技巧 非常难掌握 满骨 好久不见啊 两人打招呼 嘴角忍不住上扬 满骨听到熟悉的声音 猛地抬头 看到陆阳和孟景周的身影 眼睛都亮了 陆兄 孟兄 你们怎么在这里 老孟坏事做尽 遭报应了 陆阳坏笑 坏事 满骨疑惑 在他的印象里 陆兄和孟兄都是他的学习对象 是大好人啊 怎么会做坏事 老孟被诅咒了 现在特别没有女人缘 满骨恍然大悟 一定是孟兄为了修炼 将单身灵根的潜力开发到最高 故意遭受诅咒 以此表明修炼的决心 在自己学习感诗术的这段时间里 陆兄和孟兄一定是争分夺秒 认真刻苦修炼 反观自己 学会一点感诗术就沾沾自喜 而且感诗术还对修为没有任何提升 跟孟兄比起来 自己就是在虚度光阴 他感到十分惭愧 第423章 满骨 天庭骄骸招人骂 也就是说 孟兄你受到英国反噬 女子会不由自主地厌恶你 所以来荒州寻找解决办法 满骨听完陆阳和孟景州的叙述 恍然大悟 不愧是孟兄啊 接触的层面就是高端 一般的金丹七哪能碰到英国反噬 考全阳被分尸完毕 师兄弟三人在距离赶失踪弟子稍远的地方叙旧 你呢 你怎么来到赶失踪的 自己来的 我不是回租中参加成年礼了吗 成年礼结束以后 我就提出想来赶失踪学习赶失踪 便于烧口 族长就把我送了过来 顺便拜访陆宗主 不过陆宗主正在闭关 族长没有打扰他 把我留在赶失踪 自己回去了 赶失踪宗主 陆八千 合体后期 原本我还想着跟赶失踪的皇民交手 但对方似乎是外出做任务去了 一直没回来 听说蛮族的成年礼 很危险啊 需要跟金丹七 妖兽交手 陆阳座位 当代大师兄 很关心蛮师弟的安全 蛮谷露出憨厚的笑容 挠着后脑勺说道 危险倒也不是特别危险 毕竟跟咱们三个住击初期 就潜伏到魔教 住击后期 就去密林追着金丹七 妖兽打 确实 跟这两件事比起来 蛮谷以金丹七修位 去杀金丹七 妖兽跟回问道宗 一样安全 这时候 赵破走过来 我师父平日都在修炼 现在正好有空 那咱们走 孟景周笑道 觉得运气逐渐站在他这边 但随即警惕起来 问了一句 你师父男的女的 男的 太好了 蛮谷已经 不用再学杆施术 他对能掌握的杆施术 要求不高 能烧烤就行 便跟随孟景周 一起去找大长老 蛮谷乐呵呵地说道 看到你们我就想起来 一件好玩的事情 汉水城开了一家烧烤店 叫再来一次烧烤店 跟咱们的名字一样 不过人家 是连锁店 还说什么 传承自上古秘方 原本我还想着尝一尝 一直没时间 蛮谷遗憾地摇头 陆阳 孟景周 其实吧 你看到的那家店 跟咱们还是有点关系的 陆阳传音 这是不能当着赵破的面说 容易让他误会成 自己是魔教的 一直莫来得及跟你说 你就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里 我和老孟跟九幽教的人联系上了 满谷听完 目瞪口呆 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他就回个家的功夫 陆兄和孟兄就成立了个天庭教 还把大师姐 宗主 长老 桃妖夜都拉入火 让九幽教开烧烤连锁店 他回家也没多久啊 都不到两个月 要不说陆兄和孟兄聪明啊 你放心 你属于技术出资 烧烤店力 任让你占一成 毕竟烧烤店用的配方 还是烧烤蛮家的祖传配方 蛮谷对于利润什么的 倒是不在意 好歹是唯一的上谷蛮族 蛮族上下 把他当成金戈的 他并不缺零食 就是平时没有用得住的地方 天庭教还招人吗 蛮谷主动向两位榜样靠拢 招 当然招 我们天庭教 就需要你这种天才 陆阳笑道 蛮谷不主动说 他也要提起此事 陆阳同届前五人 悉数加入天庭教 一行人来到赶世宗最深处 气氛越发阴冷 一名老者 坐在豪华而空荡的大殿深处 毛子冰冷 没有一丝感情 师父 这两位就是我跟你说的 问道宗访客 陆阳和孟景周 蛮谷道友您 应当已经见过了 我等见过大长老 陆阳和孟景周攻身 行碗贝里 行了 咱们之间没必要这么客气 不与老的弟子 孟家小子 说起来都跟我有渊源 老者呵呵笑道 苍老的瞳孔恢复了温度 我姓盖 你们叫我盖长老就好 这是四长老给您的姓 陆阳将四长老写给赶失踪的介绍姓帝了上去 好久没看到谢山人的姓了 他写的字赏心悦目 价值千金 光凭这一封信都有资格放在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嗯 这封信你们打开过 盖长老不愿 觉得这小辈好不懂理 长辈之间的信怎么能随意拆开 并非是我们打开 是双谷主打开的 陆阳无奈解释道 女魔头 盖长老听到双谷主的名字 手一哆嗦 连忙用神识反复扫描信件 生怕双飞燕在上面留下诅咒坑他 这是有过先例的 信好信好 信是安全的 怎么回事 你慢慢道来 四长老让我们二人来到荒州 寻找解决诅咒之法 说 先让我们来到贵宗询问办法 我们第一次来到荒州 人生地不熟的 听说七情谷的诅咒之法 很了不得 便决定先去一趟七情谷 盖长老眼角一直在跳 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你身为不予老的徒弟 拿着谢山人的介绍信 去找双飞燕 这是生怕自己还活着 尤其介绍姓末尾 谢山人称虎双飞燕尾 女魔头 这是私底下的称虎 谁也不敢当面叫 这小子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 气云不浅啊 诅咒这事老陆能解决 不过 你们要等一等 老陆现在正在闭关突破杜截期 等他突破成功 你的诅咒也就不是什么麻烦了 突破杜截期 众人齐齐一惊 陆宗主根部语道人 问道宗的各位长老年龄相仿 或者说各个势力的长老 宗主都是差不多辈分的 都暗中叫着近看谁能先突破杜截期 没想到陆宗主会先一步突破杜截期 陆阳最先反应过来 上前迈出一步 抱拳主动说道 需要我将这件事告诉我们的长老吗 一同为陆宗主庆贺 问道宗和感世宗交好 于情与礼 陆宗主突破杜截期是大喜事 问道宗应该派人来贺喜 他和孟景州两人的地位 还不够代表问道宗恭贺 盖长老白白手 这不用 老陆在闭关前特地叮嘱过我 不要把他突破杜截期的事情 告诉别人 他要给别人一个惊喜 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第424章 鬼幻灾祸 老陆应当有个三五天时间就突破了 你们等等就好 最近汉水城出现了不少鬼幻灾祸 若是这几天无事可做 可以去汉水城附近捉鬼怪 回去了也能兑换贡献点 我给你们写证明信 盖长老笑道 很关照陆阳这三个小辈 鬼幻灾祸 陆阳疑惑 汉水城有周末作证 有敢失踪帮衬 什么鬼幻灾祸敢冒头 盖长老叹气 上一任周末不是被人举报抓走了吗 连带着还有一众官员 荒州官场人员调动 这时候汉水城忽然出现许多鬼幻灾祸 就算是用规则都难以完全禁止 应当是暗中有合体气在对抗 新上任的周末脚跟东墨站稳 就遇到这种事情 处理得不太妥当 鬼幻灾祸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九幽教最擅长驱鬼赶鬼 周末怀疑是九幽教暗中作祟 正在严查 一直没得到什么结果 我敢失踪身为荒州有名的大宗门 自然担起责任 鼓励弟子去解决鬼幻灾祸 鬼幻灾祸的等级并不高 足够你们应付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在本宗学习改诗术 看你们怎么选啊 陆阳和孟景周对视一眼 看到彼此的疑惑 怎么会是九幽教暗中作祟 他们开烧烤店正开得起劲 哪有功夫干这个 是嫌烧烤店赚得不够多吗 不论是谁制造的鬼幻灾祸 他们身为问道宗弟子 都要去处理 一行人告别盖长老后 不朽仙子的声音 回荡在陆阳的脑海中 刚才的老头不是活人 是活师 炼制手法挺高明的 谁 陆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刚才的老头啊 陆阳心思千回百转 瞬间想到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冷汗直冒 盖长老生死 无人知晓 有人炼化了盖长老的尸体 以此制造盖长老还活着的假象 赵兄 我观盖长老似乎有些异样 陆阳试探性地问道 赵破伸出大拇指 陆兄好眼力 这都能看出来 刚才坐着的不是我师父 而是师父炼制的一句活师 这是怎么回事 孟景周和满谷来了兴趣 赵破笑着解释 没有丝毫避讳 我们赶尸匠 常年接触事情 死窃 身体阴阳失衡 阴胜阳衰 导致肉身累弱 不说跟孟兄这种体修相比 就算是普通修士的肉身 也比我们要强一些 赶尸匠的一身修味 都体现在炼制的活师上 为了安全起见 到了化神期的赶尸匠 便不再以真面目使人 而是让炼制的活师代替自己 不只是我师父 宗门所有长老对外 都是用活师代替自己行走 他们的真身在哪里 谁都不知道 而且 大多数赶尸匠 不愿意与圣人交流 怕生 沉默寡言 正好能让活师代替自己 何乐而不畏呢 赶尸匠 常年与尸体打交道 都很内向 如赵破这样的 反倒是少数 原来是这样 陆阳恍然大悟 是自己想太多了 接下来 是要去我们的学堂学习 还是说 我去接任务 和我一起 去解决鬼幻灾祸 陆阳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义正言辞地说道 自然是要去解决鬼幻灾祸 老孟可是单身灵根 接了两颗单身金丹 一身纯阳之体 什么鬼魂见到都要逃之夭夭 有老孟出马 解决鬼幻灾祸 轻而易举 虽然是陆阳难得地夸赞自己 而且 说的都是大实话 但孟景周 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你才是单身灵根 你全家都是单身灵根 有时候 孟景周 真想给陆阳一套单身诅咒权 但他不敢 直觉告诉自己 若是给陆阳来一套单身诅咒权 因果反噬的比现在还要严重 那可就真的就都就不回来了 区区陆阳 等我承仙再给他来一套拳法 如此说来 咱们金丹七的任务可以随便接 赵破思量 他们四个金丹七处马 能横扫金丹七的鬼换任务 陆阳大手一挥 大胆点 原因七的也能接 赵破惊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想明白了 他们四个联手 对付原因七的鬼应当不成问题 好 那我就去找原因七的任务 三位在此稍等片刻 赵破去接任务的功夫 陆阳左右无视 掏出九幽令 联系十父教主 输入一段话 我们天庭教友天王正在荒州的汗水城 发现这里出现了鬼患灾祸 周牧怀疑是你们做的 是你们做的吗 等了一会 九幽令迟迟迟没有反应 陆阳还以为十父教主有事在忙 没有看九幽令 正准备放回去 就见九幽令发烫 表面浮出一大段话 陆阳无语 合著不是十父教主莫看见 是他在疯狂写字 十父教主的回复是这样的 这是纯纯的余面 朝廷这帮混蛋 又把屎盆子扣到我们头上 我们教主觉得陆少教主提出的 殿中对 说得很好 现在九幽教强者太少 应当要潜心修炼 增加合体期 乃至肚结期数量 我们九幽教的各项活动 都处于半停滞状态 教内上下正忙着开连锁垫挣钱 这是教主做的决定 九幽教分部 十父教主看到陆阳的问题 义愤填膺 我们现在赚钱的时间都不够 哪来的功夫 去搞什么鬼患 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朝廷不是一次两次愚灭我们了 一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情 就说是我们魔教钱的 我们魔教 哪有闲工夫干这些 他一边给陆阳回复 一边破口大骂 这要是让天庭教产生误解 误以为九幽教不顾大局 擅自行动 日后想要深入合作 可就难了 回复完以后 他觉得 还有必要跟陆阳解释一些什么 发现九幽令无法使用了 还要冷却五天 真麻烦 师父教主仰在椅子上看房顶 忽然一拍脑门 嗨 这是 我操什么心 教主不就在荒州 他拿出另一块九幽令 把陆阳说的事情 说给教主 看教主 说要怎么处理 教主很快就回复了 只有一句话 我就在汉水城 第425章 陆阳 轮到我出手了 汉水城东南方向 有一处小村庄 名叫白水村 村中有一对夫妻 丈夫叫刘三 在一天清晨 刘三醒来 发现今日没有如往常那般 被妻子叫醒 很是奇怪 刘三在家呼喊 妻子无果 便开始寻找 最终发现 妻子被溺死在水盆里 武作发现妻子死的时候 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 像是自愿溺死在水盆中一样 大卫不解 便层层上报 经过一番勘察 官府断定 为食逆死鬼所害 所谓逆死鬼 便是在水中逆死 心有怨气 死亡时 恰巧遇到一股阴气 便形成鬼魂 作祟人间 逆死鬼常生活于江河湖海 恰巧白水村附近 就有一处寒潭 潭水过于寒冷 凡人长期服用 都会患病 阴气极重 正是和逆死鬼居住 有一位金丹后期的师兄 回宗门的路上 恰巧路过 听闻此事 便前往寒潭调查 请活师下水 捉拿逆死鬼 可那逆死鬼实力强横 少说都是半步原因期 甚至有可能是原因初期 汗水城的鬼患太多 官府和宗门 能调动的力量 捉襟见肘 没有多余的人手 去处理逆死鬼 如何 要不要借这个任务 赵珀拿到一份任务 简单概括 询问陆阳三人 孟锦舟觉得 区区逆死鬼 没有挑战性 听起来没石磨难度 还有没有更有挑战性的 有个女鬼 娶亲 接明婚的 就逆死鬼吧 孟锦舟连忙打断赵珀的话 开玩笑 以她现在的情况 要么是女鬼 看她不顺眼 出来都不出来 要么是看她不顺眼 要一巴掌拍死她 那行 咱们就出发 赵珀临行前 给三人一人一张符露 这是什么符 驱魂散破符 宗门特制的 每位去解决 鬼患灾难的弟子 都发 宗门发现鬼怪 难以彻底杀面 就算是将厉鬼打倒 打至虚弱 没有相对应的手段 就很难杀死厉鬼 和官府的符禄大师 捉鬼道人一起合作 连夜特地制作了 此符 敢失踪弟子 都是敢施将 修炼的是因属性功法 和厉鬼属性相近 他们能击败厉鬼 却难以杀死 等咱们将逆死鬼击败 便能驱动此符 解决逆死鬼 贵宗考虑得挺周到啊 陆阳笑呵呵地 将驱魂散破符收好 其实 这对他们来说 没石磨太大必要 有孟锦舟这个鬼怪客心在 烧都能烧死厉鬼 不论是纯阳真火 还是三味真火 都是克制厉鬼之物 寒潭位于敢施宗对角 相隔一整座汉水城 一行人离开敢施宗 直接穿过汉水城 路过还在适应夜期的 再来一次烧烤店 汉水城依旧繁华 人来人往 人头攒动 厉鬼灾祸并未对城中繁华 有太多影响 一来是汗水城人多 阳气重 厉鬼不敢轻易踏入 和在此地作乱 二来是即便回家 也不见得有多安全 一扇门并不能阻挡 有心作乱的厉鬼 反倒是在外面人多的地方 更为安全 四人一师 按照任务上描述的位置 经过白水村 抵达寒潭 站在潭水边 四人就能感受到 寒潭带来的寒意 寒潭三面环山 终年接触不到阳光 周围又是郁郁葱葱的植被 尤其是几株老槐树 最为显眼 多重因素下 这才使得潭水变得寒冷 潭水清澈 却无法看到底端 无法找到逆死鬼的位置 好奇怪 怎么一条鱼都没有 梦景周纳闷 按道理说 这种地方会有很多鱼才对 就算出百八十斤重的大鱼 都不奇怪 可现实是潭水里没有一条鱼 鱼苗都没有 被鬼吃了 鬼还吃鱼呢 陆阳把问题不断地 梦景周推到一边 蹲在地上观察寒潭 你先别管吃不吃鱼 等捉到以后再问就行 现在的问题怎么下去 咱们谁精通水性 把厉鬼引出来 四人面面相去 陆阳是见灵根 梦景周是单身灵根 满谷是上谷满族 赵破试改试降 都不善水性 我来 我请活尸下去 赵破燃起三根香 对活尸拜了三拜 活尸吸收三根香的气息 苍白的皮肤出现一丝红润 空洞的眼神变得有一丝灵动 活尸跳下寒潭 平静的潭水荡起连衣 显然是活尸找到了逆丝鬼 正在打斗 鬼的强大来源于生灵内心的恐惧 以及灵魂上的脆弱 这这两点对活尸都起不到半点作用 赵破头冒冷汗 牙齿打颤 他能同步活尸的感受 感应到活尸面对的厉鬼 是何等的强大 压力倍增 赵兄 陆阳关切 情报有误 下面的逆死鬼 不是半步原因 或者原因初期 而是原因中期 活尸还在下面看到一具女尸 应当是在白水村淹死的妻子 活尸正在把逆死鬼引出来 做好准备 赵破大鹤 陆阳三人闻言迅速摆出战斗姿态 逆死鬼一露面就会遭受猛烈轰击 碰 水面炸开 一道身影跃出水面 三位真火 纯阳真火 霸道蛮王拳 三人同时攻击 眼看就要打中那道身影 就被赵破急忙喊停 停停停 出来的不是逆死鬼 是我的活尸 三人连忙调转方向 攻击落空 打在山崖峭壁 巨石滚落 轰轰作响 赵破看得眼角直跳 这攻击怎么看都不像是金丹七的威力啊 逆死鬼呢 陆阳纳闷 赵破露出尴尬的笑容 刚才我喊做好准备的时候 声音太大 逆死鬼听见了 知道有埋伏就跑回去了 难办了呀 知道有埋伏 他肯定不上钩了 满谷为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 要不用储物界把水抽钱 孟景周提议 赵破摇头 不行 这片寒潭已经成为逆死鬼的领域 储物界无法吸取有主之物 陆阳自信地笑着 这件事交给我 正好让你们见识一番 我苦练多日的绝学 你又学到什么歪门邪道的法术了 孟景周好奇地问道 这道神通赫赫有名 你们一看便知 陆阳故作高深姿态 让孟景周更为好奇 心里痒痒 快给我看看 陆阳在潭边踱步 动用法力使得袍下生风 吹得衣袍飘起 颇有语化成仙之感 下面的厉鬼听着 评道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再不出来 就修药怪评道使用手段了 潭水一片平静 陆阳早就猜到 逆死鬼不会回应 他手心一翻 压在水面 再向上猛地一抬 潭水形成水龙卷 细数进入掌中 露出住在潭水最底部的逆死鬼 陆阳回头 轻轻一挥衣袖 潇洒之急 猜出来了 这就是我苦学多日炼成的掌 赵破看到这一幕 目瞪口呆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 这是传说中的秀李乾坤 一秀一甩 便将潭水吸入秀中 消失不现 这不是秀李乾坤还能是什么 对 我这就是秀李乾坤 第四百二十六章 罗汉拳效果拔裙 还未等照破震惊完 四人就感受到 一股庞大而阴冷的灵力 从潭底升起 脚上缠着水澡 浑身湿漉漉的厉鬼飞出 看向陆阳 寒冷的眼神中 带有一丝忌惮 好好好 小小年纪 就学会了秀李乾坤 不愧是雾华天堡的大夏王朝 果真是了不得的天才 逆死鬼一脸死笑 死死地盯着陆阳 他认为陆阳是最大的威胁 没有法宝波动 说明一定是空间法术 用衣袖吸收一池潭水 只能是秀李乾坤 金丹七就能学会这种高难度法术 这是何等的绝世天才 陆阳眼睛微眯 贺问道 哦 如此说来 你不是大夏本土的厉鬼 你从何而来 又为何出现在汗水城 逆死鬼冷笑一声 对陆阳的喝问不屑一顾 我凭什么告诉你 眼前这几个小家伙有法恕天赋 但相隔一个大境界 他们凭什么觉得能战胜自己 不知天高地厚 说完 逆死鬼扭头就跑 开玩笑 能逃跑他 为石魔要战斗 想跑 吃我一拳 孟锦舟率先出手 施展罗汉拳 佛音震荡 纯阳真火 覆盖在拳头表面 不断起伏 好烫 逆死鬼没料到孟锦舟 有这等速度 一个不查 正面挨了一圈 佛门功法和纯阳真火 都是一等一刻之厉鬼的招式 两者叠加 逆死鬼根本挡不住 金丹七就发挥出原阴七战力 而且这招式 你不是敢失踪的人 逆死鬼轻敌 导致失去了先机 看来不解决你们击个小兔崽子 我今天是走不了了呀 逆死鬼咬牙切齿 不愿意惹是生非 哼 江凡人逆死在水盆里 你这等恶鬼还想跑 妈的 我逆死个凡人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大厦的修士 就是凡人 逆死鬼破口大骂 水域是他的主场 但主场已经被陆阳收走 这重情框下 他不想战斗 既然现在走不掉 大不了就打 水则如鸢 墨色的水域 自溺死鬼脚下蔓延开来 水域粘稠如血 眨眼间便已经到了四人脚下 刺骨的冰冷 从脚底传到头顶 移动身体 不要用极大的力气 更糟糕的是被墨色水域触碰以后 呼吸变得都不再通畅 像是窒息一般 经单期可完成体内自循环 不需要呼吸 本不再应该有窒息感 可墨色水域 却能将众人溺死在水中 陆阳食指和中指并拢 大喝一声 破 墨色水域退去 众人清醒过来 方才并非实景 而是幻境 是溺死鬼常用到的手段 而陆阳的功法刚好克制幻境 幻境破开 无尽水草缠绕众人 这是溺死鬼被溺死的缘由 如今成为他的一项能力 扫 清风剑刺向地面 无境剑气在地上蔓延 斩断水草根基 一起上 斩自绝 罗汉拳 霸道蛮王拳 三人同时出手 攻击溺死鬼 溺死鬼微微晃动身体 原地留下残影 真身瞬间出现在蛮骨身后 他手中出现一节水草 缠绕在蛮骨脖子上 这小子看着憨厚老实 应该最好对付 满骨看都不看后面 脑袋猛地向后一样 砸得溺死鬼 七荤八素 不由自主地松开手中的水草 三人一鬼 再度战成一团 三位绝代天骄为公园 应急恶鬼 看得赵破 不知道该从哪插手帮助 眼前的战斗 已经不是太能插手的地方了 这是属于原因期的战斗 说好的 大家都是金丹七呢 赵破感觉自己修了个假的金丹七 罗汉拳 陆阳也施展加上三位真火的罗汉拳 逆死鬼早有准备 接连躲闪 但陆阳打拳时还在配合 缩地 在地下攥来攥去 让人防不胜防 有一拳打中了逆死鬼的肩膀 顾不得真火和拳法带来的疼痛 逆死鬼发现了更为恐怖的事情 我的头发 逆死鬼的头发 一柳一柳的 是被水泡过的那种 非常有特色 如今在罗汉拳的帮助下 头发脱落 拦都拦不住 咦 原来对鬼也有效果呀 陆阳也微微吃惊 他就是单纯地想用佛门法术 制衡恶鬼 没想着让他掉头发 连环十八锤 满骨掏出大铁锤 一边播放圣人约 一边疯狂砸逆死鬼 你特模式如修 感受着大铁锤上自带的浩然正气 逆死鬼脸上骤变 长期学习儒家经典 能养出一身君子正气 虽然说满骨 学习进度很缓慢 但态度值得肯定 长期学习 使他也拥有了浩然君子正气 陆阳三人的攻击手段 充斥阳刚之力 水潭上方盘踞的阴气 都越来越稀薄 若是再打下去 说 不能能直接打散 盘踞在这里的阴气 逆死鬼大怒 他好不容易找到这某个好地方 就被这三人破坏了 勃然大怒 你们 扑 不要 扑 逼我 扑 别打了 我认输 若是一对一战斗 陆阳会用无敌丹 加快战斗进程 三个打一个 完全就是碾压局 根本不用动用无敌丹 逆死鬼四仰八叉地摊在地上 身无可恋 罗汉拳 真火 浩然正气 逆死鬼觉得 是不是今天出门 默看皇历 天底下克制厉鬼的手段 就这魔疾中 都让自己碰上了 失去主场优势 专门克制厉鬼的手段 越级战斗的天才 这重情框下 自己能赢才有了鬼 这就赢了 赵破和活尸上前 还没回过神来 战斗开始和结束得太快 他都没跟上节奏 赵破天赋不弱 但陆阳三人相比 天赋稍逊一筹 经历差得太多 他虽然经常浪迹江湖 经历过不少江湖事情 但跟动辄就混进魔角 越级挑战 不知死活的陆阳三人比 经历就显得单薄了 陆阳掏出驱魂散破服 吓得逆死鬼 接连后撤 等会等会 我再怎么样 也罪不至此 陆阳不畏所动 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歇 你都淹死人了 还有脸说罪不至此呢 假的 都是假的 人莫死 不信你看坛底 人活得好好的 逆死鬼吓得大叫 陆阳探头往下望 下面确实有个活的女子 看来刚才是活尸 先入位主 误认为女子是死的了 灵力外放 形成大手 把女子擒上来 跟逆死鬼摆在一块 说说吧 什么情况 第427章 你一个鬼 要钱干什么 你是哪方的厉鬼 是不是九幽教的 赵破狐假虎威 审讯逆死鬼 逆死鬼使劲摇头 强调自己没有恶意 我来这里纯属意外 真的 我原本是东海的渔民 逆死以后 心有不甘 化作冤魂 碰巧我的尸体 遇到一块阴风时 我便成了逆死鬼 东海无边无际 有万般生灵 由于成群 我便偷偷吸食 各种海族的阳气 逐渐提升修位 从见不得太阳的逆死鬼 晋升到炼气期 逆死鬼 有了自保之力 自保以后 我便松懈下来 在东海游荡 时不时是 跃出水面下虎人 我胆子越来越大 想去生前 不敢去的东海深处 刚离开安全海域 就碰到一条百十斤的渔王 嘴巴一张 就快把我吸进去了 我一见着不行 就赶紧往安全海域跑 打定主意 不离开安全海域 我在安全区慢慢修炼 吞噬鱼群的洋气 有时候 也偷吃渔民的祭品 我们渔民 有祭祀东海的习惯 我都溺死了 可见 祭祀东海 也保不了平安 放心大胆地吃祭品 后来我也不知道 自己修炼到了什么境界 就一个劲的门头修炼 谁也不搭脸 有一天 我遇到一名修仙者 他要将我捉去练化 我很轻松地 就把他赶跑 拿到了他的储物戒 和一些功法 研究了功法以后 我才知道自己 已经到了住基后期 那时候 我已经死了两百年 知晓修炼方向后 我继续修炼 又过了八百年 我终于修炼到原因中期 这期间我一步 多默离开过安全海域 我原本打算化神器以后 再离开安全海域 可没想到啊 有人偷袭我 一巴掌把我扇晕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片潭水 洛阳打断逆死鬼的供述 也就是说 你也不知道 是谁把你带到这里的 不知道 那人有什么特征吗 比我强 你继续讲 过了好几天 我才搞清楚状况 原来 这里是大夏王朝荒州的 汗水城附近 是中央大陆最西边 和东海相隔 不知道多少万万里 我这种情况 也做不了非洲什么的 就只能在这里待着了 我打探周围的时候 在白水村 遇到了一对夫妻 男的叫刘三 女的叫黄枣 就是这个人 溺死鬼指了指旁边 躺着陷入昏迷的女子 起初俩人见我很害怕 后来见我没有恶言 胆子就大了起来 问我能不能制造 溺死黄枣的假象 方便他们骗保险 能分给我一部分赔偿金 当时我身无分文 急需用钱 就答应了他们 以我的能力 制造溺死黄枣的假象 非常容易 武作也看不出来真假 获得赔偿金以后 表明上黄枣下葬 实际上是藏在了我这里 夫妻俩打算风生过去以后 离开白水村 去别的城池生活 可我没想到啊 现在郑直言打鬼魂作祟时期 朝廷和什么赶世宗合作 专门打击我 我不愿意将事情闹大 见到人就跑 跑不了 就把对方吓唬走 我前几天刚下跑一个金丹七的 现在就来了 你们四个金丹七 溺死鬼一脸委屈 为了点赔偿金 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 四人不会光听溺死鬼一面之词 路阳问道 黄枣怎么昏迷的 我弄昏的 让他自由生活在水中 太消耗法力 不如直接弄昏 给他套一层罩子 省力 把他叫醒 好的 你死鬼不敢不从 微微施法 食指一点亮光一弹 就将黄枣叫醒 黄枣迷邓邓的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见四人一尸围着黄枣 压迫感惊人 黄枣 那见过这种架势 有温必答 说的大差不差 就是他们夫妻二人 生出邪念 想要骗宝 就跟溺死鬼串通好 骗伤会的赔偿金 也不对啊 你一个鬼 要钱干什么 梦景周迷眼 敏锐地察觉到 溺死鬼供述中的逻辑漏洞 鬼物的阴气太重 会让凡人本能的感觉不舒服 鬼物过于显眼 连进城都十分困难 需要费大力气伪装 更不要说在大街上买东西了 至于去商会 就更不可能了 商会里都是修士 一眼就能看穿鬼物的伪装 再者说 凡人的赔偿金 才多少钱 加起来都不限得够几块零食 堂堂原因中七鬼物 在东海呼风唤雨的存在 要这点钱干什么用 你看小五小六小七三只厌鬼 夜间挨家挨户服务 辛苦一晚上都不要钱 好胆量 还敢骗我们 梦景周身上燃起熊熊真火 怒目溺死鬼 真没有 就算是鬼 也有用得住钱的地方啊 溺死鬼喊冤 连忙解释 你看 我是渔民 在海里淹死的 一直生活在海里 是海水鬼 如今到了寒潭 虽然阴气够用了 但毕竟是淡水 生活的不习惯 我就让留三夫复片到赔偿金以后 花钱满盐 倒进潭水里 这样潭水就能从淡水变成咸水了 陆阳 孟景周 满谷 赵珀 他们头一次听说 水鬼还分为海水鬼和淡水鬼 陆阳偷偷给赵珀传音 你们荒州鬼多 听说过 水鬼还分海水鬼和淡水鬼吗 我们荒州 距离东海 相隔一整座大陆 我还是第一次见东海的鬼 赵珀觉得自己见识不够用了 满谷队此习以为常 甚至引以为傲 跟着陆兄和孟兄 走到哪里都能长见识 不朽仙子在床上打滚 小脚压来回岛藤 嘲笑陆阳思维不够开阔 没见识了吧 你忘了我跟你讲过的两种一品金丹 一种叫三江五湖丹 一种叫大海无银丹 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放咸水 一个放淡水 这位大人 您不是用秀李乾坤把潭水吸走了吗 您异常便知 逆死鬼还在寻找证据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 陆阳黑着脸问道 那潭水里的鱼跑到哪去了 都咸死了 第428章 强大的黄鸣 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陆阳三师兄弟留在原地 赵珀带着活尸前往白水村 抓住了正准备收拾细软逃跑的刘三 赶尸将在荒州有特殊的地位 赵珀又是最正统的赶尸将 他去抓人作为何事 不会有太多障碍和质疑 喂喂喂 你们要干什么 陆阳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 送你去衙门 我都说了我莫杀人 谁说只有杀人才受到惩罚 骗饱也算犯罪 还把水潭变成咸水 把鱼都酷死 再定你个破坏环境罪一点都不冤 你们大下连鬼都判刑 陆阳露出骄傲的笑容 别说鬼了 就连问道宗宗主和刑部尚书 犯了罪照样关大牢 赵珀大吃一惊 他可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五大仙门不是有执法权吗 怎么还能被抓 刑部尚书最懂法 还执法犯法 这是只有仙门弟子才知道的隐秘吗 孟锦舟和满谷也都诧异地看着陆阳 他俩也不知道这件事 知道这件事的 除了下地 刑部全体成员 大师姐之外 就剩下陆阳了 判刑 赵破失地 你就是这魔完成 宗门交给你的任务 一道冷漠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只见一人飞在空中 神情傲慢 旁边有一具被黑袍笼罩的活尸 黄明师兄 赵破一眼就认出来 这位打败自己 成为宗门第一的黄明 黄明和他的活尸缓缓落下 不悦地看着赵破 宗门的任务要求 应当是彻底消灭鬼怪 你怎么还要留他一面 你若是不忍杀生 那便由师兄代劳 说住 他忽然掏出 驱魂散破服 约要打在逆死鬼身上 赵破反应更快 他迈出一大步 站在逆死鬼面前 令黄明无法动手 黄师兄 鬼怪亦有善恶之分 这头逆死鬼 并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罪不至死 荒唐 我不管什么鬼怪善恶 我只知道 宗门的要求是消灭一切鬼幻 黄明微微眯起眼睛 赵破 你执意要拦我 眼前就要起冲突 陆阳兰在两人中间 这位道友 都是同门师兄弟 没必要闹得这么僵吧 黄明不畏所动 你又是何人 在下问到宗陆阳 黄明冷笑一声 我倒是谁 原来是在青州圣典 以强圣弱圣强的问到宗弟子 怎么 问到宗的人 也要插手我们 敢失踪内务 我当师兄的教训师殿 那轮得到你一介外人插嘴 满鼓听黄明这么说 当即就发作 被孟锦州拦下 孟锦州感觉这个叫黄明的 似乎对他们很有敌意 陆阳表情不变 依旧是那副好好先生的笑容 你死鬼 是我们情下的 自然是我们愿意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反倒是道友突然出现摘果子 有些默教养了吧 哼 四个金丹七联手 才能情下原因中期的逆死鬼 这种事情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换作是我 我一人足矣 有人说你是同辈第一人 我看也不过如此 陆阳笑容不减 哦 是吗 看来倒有对自己的修为很自信啊 世事便知 话音未落 陆阳施展罗汉拳 一拳砸向黄明 当 活师快人一步 犹如一尊毅力的铁塔 两臂交叉 挡住了陆阳这一拳 陆阳微微吃惊 虽然说这一季罗汉拳并未使用权力 但也不是金丹初期能挡下的 活师咆哮一声 身体膨胀 对着陆阳就是一个暴情 陆阳步和活师硬拼 他右脚跺地 身体搜了一下 融入地下 出现在黄明身后 与其跟活师战斗 还不如直接对付活师的主人 罗汉拳 黄拳掌 黄明像是料到陆阳这一步一样 掌心蓄力 转身就是一掌 拳掌相碰 发出阵阵连依 双方都承受不住这一击的威力 同时后撤 拳净和掌净的力量 在双方身体 横冲直撞 两人做出相同的选择 向后一派 拳净和掌净 倾泻而出 陆阳眯眼 露出饶有兴致的笑容 他还是都一次碰到战斗经验 这么丰富的对手 怎么可能 赵颇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赶尸将的身体 向来处在平均水平之下 陆兄的拳法 他是见过的 黄明师兄 居然能和陆兄队长 你不是金丹初七吧 是金丹中七 陆阳笑道 想起来赵破说过的话 说自己和黄明 都是金丹初七 何以献的 我这一拳 用了十成的力量 金丹初七 若是能挡住 我也就白修炼了 黄明冷哼一声 并未应答 他没料到陆阳这膜难缠 或者说棘手 我的头发 黄明正要在出招 没想到一缕缕头发 如飞雪般飘落 拳法合一 黄明很快就做出判断 没想到在金丹七 有人能做到这一步 他不在意头发 只在意陆阳的天赋 拳法合一是什么 赵破一脸茫然 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孟锦舟盯着黄明 眉头紧皱 并未回答 战斗经燕孤且不提 这个叫黄明的见识 可不像是赶世宗能培养出来的 更不要说 他是最近才被陆宗主收尾弟子的 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 哄 两人再度战斗 打出来超越这个境界的气势 陆阳以三位真火攻击 黄明以丁卯真火回击 温度瞬间升高 逆死鬼连连往后撤 六丁六甲真火 赵破失声 108众真火里 有12众真火 算是一个大类 统称谓六丁六甲真火 丁卯真火 便是这12种真火之一 无论是能和陆兄 抗衡的皇权掌 还是丁卯真火 在宗门大笔中 黄明都未施掌过 赵破知道 黄明在宗门大笔中 没有使用权力 但他只以为是 活尸藏有底牌 没料到是黄明本身藏着底牌 陆阳对黄明的来历 越发感兴趣 这个感失踪 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差距 有点大 能跟自己对拼 打到这一步的 除了五大先门的人 陆阳还没遇到过外人 两人打得越发激烈 施展种种 道法神通 拳掌猛烈 半注雷霆声 对轰数次 不见胜负 渐渐的 胜负逐渐显露 陆阳基础更扎实 气运悠长 论消耗战 同境界谁都打不过陆阳 黄明大怒 自出道以来他未曾一败 想不到今日要败在这里 绝对不行 黄明两眼如虎目 威风凛凛 一道不可见的精神力量化作剑语 刺向陆阳 陆阳的精神力何等强大 更不要说精神空间 还有不朽仙子作证 比拼精神力 杜杰期来了他都不怕 一枚小顿出现在陆阳的眉心 挡住了这一剑 不朽仙子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 他不是你的同龄人 而是大修士散工重修 第429章 散工重修 散工重修 陆阳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字面意思倒是挺好理解的 对 很多修士在修炼之初 无人知道 修炼过程并不顺利 且根基不牢固 在低境界的时候倒还没视魔太大影响 顶多是被你这种根基牢固的越级挑战 等到了高境界 问题就很大了 非常容易遇到瓶颈期 几百年几千年修为都没有一丝一毫进步 而到了这时候 修士就会面临一个选择 散工重修 不朽仙子侃侃而谈 在修炼知识方面 无人能挤 散去一身修为 类似于转世 带着记忆 变成婴儿 从头来过 有着上一次修炼的记忆 这一次修炼能少走很多弯路 知晓如何夯实基础 曾经因修为太高 年龄太大 而错失的机缘 都不会再错过 外人无法看出来 他究竟是不是转世重修 就算是检测古灵 或者别的什么 都检测不出来 但散工重修 面临着三个问题 一是对修为有要求 必须是合体期的时候 而且是最鼎盛时期 最鼎盛时期 精气神合一 能保证散工重修以后 一点真灵不灭 若是年迈之际散工 精气神涣散 结果只会是散工失败 魂飞魄散 就都就不回来 二是你重修以后 宛如刚出生婴孩 自己没有任何自保能力 吃饭 爬行都成问题 度过婴儿期 逐渐长大了 修仙界也不安全 指不定你在成长的时候 就惹到了什么仇人 死于非命 三世重修以后的根骨 无法保障 比如 你根骨前是双灵根 散工重修以后 就可能是三灵根 乃至四灵根 这种情况下 你就算有修炼经验 也难以回到之前的高度 陆阳点头 散工重修 听起来跟李浩然的情况很像 但又有所不同 最起码李浩然是全新的个体 而且 下意识的天赋 肯定比上意识要强 各有忧烈 也难怪黄明这魔难对付 这相当于自己跟一个合体期 起步的大能战斗 对方压到跟自己相同的境界 对了 上古武仙里 有人是散工重修的吗 没有 不朽仙子 掰着指头跟陆阳术 我出身小部落 应天仙是刘明 九重仙是连山市第一继承人 麒麟仙是天生地养 岁月仙是剑木成精 仙子能看出来黄明转世前是谁吗 不朽仙子摇头 看不出来 要不是他刚才使用了不属于这个境界拥有的精神攻击 我也无法判断出来他是转世重修 陆阳思索 黄明是转世重修的事情 敢失踪知道吗 黄明为何选择在敢失踪修炼 这种天赋 都够进入五大仙门了 是在害怕什么 还是说敢失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罢 先不想这么多 陆阳露出兴奋的笑容 拔出清风剑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转世重修的对手 该动真格了 黄明神情凝重地注视着陆阳 如灵大敌 不敢再有丝毫松懈 他身为散弓重修的修饰 不能容忍自己输在一个后背小修饰手中 这才破格使用了精神剑雨 精神剑雨 绝对不是金丹中期能抵挡的 就算是专门修炼精神力的金丹中期 都不可能 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跟自己一样 也是散弓重修 他哪里知道 陆阳的早在筑基初期 复活不朽仙子之际 不朽仙子 就强行让陆阳 开辟了精神空间 使得他的精神强度 比同龄人强出一大减 后续不朽仙子 天天在精神空间折腾 精神空间面积和坚固程度 越来越大 论精神力强度 金丹七里无人 能抵得过陆阳 斩 陆阳大喝一声 精气神合一 剑气犹如匹炼 异常凶暴 剑刃在空中 炫舞出一个迅猛的弧度 斩向黄明 一旁观战的赵破 汗毛直立 就算是从侧面 观察这一剑 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怖 这真的是金丹中期 能施展的剑招 逆死鬼也吓得不轻 他这才知道 在方才的战斗中 陆阳是留了手的 不然光凭这一剑 就足以让他重伤倒地 这一剑太急太快 黄明无法躲闪 若是硬抗这一招 自己必输无疑 黄明咬牙 意念一动 原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活师 他瞬间便和活师交换了顺序 遗师换位 赵破大惊 没想到黄明师兄连 这种秘法都学会了 按理说原音七才能学会才对 黄明喘着粗气 服用回气丹 恢复灵力 他强行施展秘法 仅存的灵力瞬间抽空 活师抗下这一剑 从中间一分为二 断口长出无数红色细丝 相互连结 活师恢复如初 黄明不再留守 控制活师 一同攻击陆阳 赶尸匠的缺陷在于肉身 只能控制活师进行战斗 但黄明肉身强大 精神力旺盛 可以一边控制活师 一边进行战斗 弥补了赶尸匠所有的缺陷 战力飙升 赵破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黄明的种种手段 完全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原来自己和黄明的差距 有这么大 哈 这才有意思 陆阳以一打二 没有丝毫退役 犹如一尊武神 越战越勇 难怪能成为问道宗弟子 倒是有点本事 但也仅此而已了 黄明眼如狼谋 透露着凶狠和决意 以你的天赋 同辈无敌 应当还没尝试过战败的滋味吧 今日便让你尝一尝 黄明露出轻蔑的笑容 彼岸花开 重塑乾坤 这是他最后 也是罪将的底牌 若是再说 他也就不用什么 搞什么散工重修 争夺未来大事 话语权了 早早自尽了为好 妙曼鲜红的彼岸花绽放 黄明和活尸 双目通红 气势逐节攀升 指甲伸长 好似野兽的力爪 尖锐无比 在这气势的影响下 地面都在摇晃 好似地龙翻身 地动山摇 二打一我看你怎么赢 黄明胜券在握 表情都有些扭曲 这魔打下去 确实够枪 陆阳嘀咕了一句 缩近地下 取出双生并遞脸种子 施展 众树绝 在黄明略微呆滞的眼神中 彼岸花丛中 莲花盛开 两个陆阳同时出现 一人手持清风剑 一人手持明月剑 陆阳嘴角露出从容的笑意 现在是二打二了 第四百三十章 黄明的身份 黄明是合体七大能散工重修 他纵横修仙界两千多年 第一次见金丹七 就能施展分身术法的 而且 还是这种方式的分身术法 还未等黄明想通 清风明月二剑 好似两条遨游东海的蛟龙 带着新风血雨 呼啸而至 陆阳不确定 再将活尸砍断 活尸还能不能复原 与其去赌不确定的事情 不如直接砍向黄明 他就不信黄明 也能跟活尸一样复原 黄明急忙操纵活尸攻击 陆阳让分身提着明月剑 抵挡活尸 自己跟黄明战斗 双方再度陷入僵持中 可很快 黄明就发现了自己的劣势 陆阳的精神力 比自己还要强 控制分身的精度更高 在活尸和分身的战斗中 活尸杰结败退 一旦分身取得胜利 到时候 就是自己要面对 以一敌二的困局了 陆阳的轻笑声 在黄明耳边传来 惊得黄明一身冷汗 难道你连战斗的时候 不能分神的道理 都不懂 破 陆阳施 斩破自绝 剑气冲销 喷涌而出 剑芒璀璨 丝丝缕缕 交织如木 血色光木挡在黄明面前 这是他的最强防御招式 在全力施展的破自绝面前 血色光木 紧紧维持了半息 便被破开 扑刺 黄明想要再度施展 移尸换位 终究是慢了一拍 右侧肩膀被贯穿 黄明元气大伤 需要最少静养半个月 才能恢复 黄明中间服用过一次回气单 站到末尾 依旧面零零力不够用的局面 反观陆阳 从头到尾 没有服用过任何回复灵力的丹药 这既得益于无敌丹的强大 也跟初次修炼时 天天吃豆腐的缘故 长期服用豆腐 可调理修饰的五行平衡 战斗时 持久力更持久 我认说 黄明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得不承认 自己战败的事实 服用丹药疗伤 陆阳收剑 像是刚才打伤黄明的 不是他一般 笑着打招呼 怎么想到 要散工重修了 黄明叹气 年轻的时候太着急 基础莫打好 困在合体中期了 迟迟无法突破 正好这次 是个散工重修的好机会 就转世了 陆阳奇怪 那你怎么不败入五大仙门 仙门资源充沛 笔杆失踪要强一些吧 仙门不好进啊 高手太多 指不定谁就发现咱们的身份了 反倒是你 胆子不小啊 不仅混进了仙门 还如此高调 黄明想到 陆阳那强大的精神力 还以为他 也是转世重修的 他又接着问道 看你这分身术法如此独特 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历史上 也没有任何记载 想必是后继无人 已经失传了 你是大前时代的修士 不是 我没有散工重修 别吹牛了 你不是散工重修 能打得过我 这样吧 我透个底 我是大于王朝的皇曾尊者 你叫什么 说不定 我还听说过你的名号 陆阳不答 默默地看着黄明 黄明似乎也懂了什么 黄明 陆阳 你是大于王朝的修士 你真是问道宗的弟子 两人一口同声 陆阳还以为黄明是敢失踪的哪个前辈散工重修 语气比较随意 他可没想到黄明是大于王朝的修士 黄明比陆阳还要震惊 陆阳展现出来的战力居然真的是一步步修炼上来 没有散工重修过 就算是国师大人 在这个境界都做不到这一点 大事天才当真 如此恐怖吗 孟景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黄明居然是大于修士 满谷和赵珀是第一次接触古代修士 反应反倒不如陆阳和孟景州大 黄明很快就做出反应 语气阴森 毛子蒙上一层阴霾 没有一丝笑意 好好好 不愧是大事中出现的天才 居然能把我逼得如此狼狈 既然如此 那就留不得你了 原本我打算跟你聊完 把听到咱们谈话的人都杀了 现在看来连你也要死 黄明不再掩饰自己的杀意 以密法呼唤同伴 蒙道友 将他们都杀了 陆阳小心 有合体气修士赶来 不朽仙子的提醒之声刚落下 如巍峨山岳的威压 便降临此地 天空上出现一名头发 白了一大半的中年男子 直接无视了陆阳等人 低头黄明 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 黄道友 怎么如此狼狈 换作是你 你也这样 黄明怒道 这个陆阳的天资 高得可怕 自己堂堂散工重修的 合体七都打不过他 这要是让他成长起来 还了得 必须尽快铲除 好说好说 被换作蒙道友的 古代修士笑道 区区记得金丹七 弹指可灭 就 就是他 逆死鬼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本能地喊叫 就是他把我敲昏 从东海带到了这里 蒙道友低头 见是那只逆死鬼 低声笑了笑 原来是那只东海的逆死鬼 路阳一惊 这就意味着 汗水城的鬼患灾害 就是蒙道友制造的 将各个地方的鬼魂抓过来 扔到汗水城 就是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蒙道友没有在看逆死鬼 原因期的鬼怪还不配让他上心 我帮你杀了这些人 伪造作案现场 就说 是和这只逆死鬼同归于尽了 这样你能继续待在赶失踪 相对的 你要告诉我一处你的藏宝殿 黄鸣咬牙 敢怒不敢言 这是赤裸裸的趁火打劫 但他毫无办法 行 哈哈 那就提前多谢黄道友的馈赠了 见得到想要的东西 蒙道友不再留守 像看死人一样 看着陆阳等人 几个小子 本座心善 可以让你们选一个死法 是被抽筋扒皮 还是被炼成人丹 亦或者是白鬼穿体而亡 陆阳击人冷汗直冒 汗水打湿了几倍 尤其是赵破 何时现过这种场面 那你要选一个什么死法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死祭的场面 谁 蒙道友大惊 他居然未察觉到何时到来的 哄 蒙道友被五色光轮砸中 从空中跌落 口吐鲜血 眼神中闪过一丝惶恐 光凭这一击 他就能感受到和对方的实力差距 来者一袭轻衣 双手复后 语气淡漠 五色光轮置于脑后 犹如神圣 五行宗宗主 秋静安 太短了 太短了 如此 原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